当我截到了,我在IG上做了一个试调 有多少人知道屈原的完整故事 结果比数意外的悬殊 所以今天就来讲个屈原的故事吧 我们的南依屈原 是个有钱有才的人生胜利组 而16岁就当上了楚国的大官 且备受老板赏识 但身为人生胜利组 总是少不了小人的嫉妒 此时刻刻在找机会陷害我们的南依 那时处于战国时期 顾名思义就是有七个国家在那打来打去 那时候因秦国最强大 最为楚国代表的屈原 就去找了其他五国 组成六国少男团体 联合制衡秦国 所谓打不过就从中瓦解 不爽被围殴的秦国来到楚国 送上昂贵的礼物想说服楚国 抛弃五个团员组成秦楚新团体 屈原一眼就看出秦国在挑活力间 极力反对 但这时小人们却借机讲屈原坏话 让楚王不信任屈原 坐上位置脑袋就会跟着变笨 楚王这个白痴真的就信了小人 决然的脱离六国联盟 跟秦国组成新团体 同时屈原也被流放到边疆 一下子从人生胜利组 变成了边缘人 结果想也知道 秦国实验 没有送礼也没有联合 导致楚国孤立 还被秦国跟前队友围攻 边缘人屈原看得超难过 不愿看着自己的国家灭亡 他带着石头来到江边 帅气的说出经典一言 众人皆罪我独醒 然后就投江自杀了 后来因为小民们太爱这个人生胜利组 为了不让鱼吃掉他的尸体 把饭盒丢入水中给鱼吃 而演变成今天吃这种滑郎糟的习俗 最后 屈原一生畏国 甚至连命都赔上了 但还是未能处置国家灭亡 所以 这故事告诉我们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只会让水里飘一堆糯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